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送自己,身穿白色露肩上衣,露出白皙的肤色,丰富火辣的个性 杨子身穿白色露肩上衣,搭配深色迷迪裙,露出白皙的肌肤,朦胧的双眼,丰富的气质,尽显老恋高贵的女人味 杨子录完长相思后,开始放飞自我,边玩边看风景,不忘拍出精彩的照片 杨子拍摄的这组可爱写真集,画面特色自由,姿态新颖丰富,展现了她的甜美风格 这种甜美的造型秀,不仅让她的举止端装玲珑,更让她展现出一种撩人又撩人的绅士风度 这件简单又时髦的装束,无法避免她耀眼的散发 在媒体上,杨子以轻松的性格和妩媚妖娆的形象深受大家的喜爱 她与圈内众多男明星关系普遍良好 比如,她和李线,张艺杉的关系就很好,就像铁哥们的聚会 始终在她的生日那天,她将有机会送她的礼物 说起李线,不和杨子拍戏的时候,她是默默无闻的,很多人对她的现实一无所知 继之前和杨子录制的《亲爱的之后》,她便成了一个瞬间的热门 她在剧中迷人的画面和强大的演技,迅速点燃了观众对她的喜爱 因为这部剧,李线的人气慢慢扩大,资产也迅速膨胀,成为炙手可热的男明星 杨子和李线也因为这部剧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这部剧可以说是杨子背着她进了圈子,让她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李线迷人的容颜,沉稳的性格,强大的演技,赢得了众人的喜爱和支持 今天,她的成长非常好 不久前,她和刘亦菲联手在云南拍摄了节目去凉风习习 男神靓女齐聚一堂,让无数观众瞧手以盼 杨子和李布合作的时候,合作的并不多 拍摄结束后,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杨子这种性格在娱乐圈的男明星中格外出名 这种崇拜就像是朋友 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是朋友之间的友爱 让她不受大众的评价 引致不变 杨子性情甜美辛辣,时而像个小姑娘,妩媚妖娆 时而像淑女,火辣迷人,让人爱不释手 02,童妍己在开档,白鹿坚定加盟,出二女英雄秀宣告 2019年年中,由莫宝妃宝的《蜜之盾》由于改编的青春励志情感节目《亲爱的,珍惜》 由李庆荣,向续景统筹,杨子,李献主讲 该剧的普及率高,情节精彩,一经播出就抓住了观众的心 正是这部《亲爱的,亲爱的,一炮而红》的直接结果是 男女主李献和杨子一炮而红,意外地突出了一线流量 同时,他们在剧中的两个CP童颜夫妇也同样怀了胎 尽管节目已经结束了相当长的时间 但无数观众还没有沉浸在精彩分成的剧情中 期待着杨子和李献的再次合作 综上所述,这对童颜夫妇其实是很般配的 感叹号,目前有消息称,杨子和李献真的要再次合作了 而且是时隔一段时间的前两场冠军秀 童颜姐再次开拍,白路坚定地跟了上去 首秀两女英雄秀宣告 新闻方面,从宣布双冠王节目深情的海洋说起 由于选择了该剧的冠军和勇敢的女性之一 是杨子和李献,被称为童颜夫妇 亲爱的,真爱的是一部现代都市剧 而这部爱的海洋则是一部合奏剧 扩大杨子和李献组合的流行度应该是有目的的 显然,他们自己的合奏风格和穿搭秀的造诣也是非常棒的 2018年,杨子因《湘密沉沉浸如冰》一炮走红 从此开始在综艺领域布局 不久之后,各种老庄巨画 例如绿发家沉香木像Rats,Sovic Man Blanc等都在稳步发展 现在的杨子,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一线艺人了 凭借丰富的演技,收获了很多奖项 说他是新时代艺人的掌门人,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 当然,这十几年里,李献已经进化得相当不错了 自2011年出道以来,他已经向目标市场推出了大量作品 如《万健穿心》《初恋未满睡在我上铺的哥哥法医秦明》和《神论术》等 因为2019年的热播《亲爱的、心爱的》 李献立刻聚集了类似于主线的认可度 之后影视剧《资产爆棚建王朝》 抵达知迷我的时代,你的时代夺冠中国刑警 《破晓人生如初》《星光灿烂》等多部作品接踵而至 无论是远杨子还是李献 都是近年休闲娱乐圈内的佼佼者 正是因为他们的优秀 目标市场才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 也非常期待他们的合作 此外,这部《爱之海》还利用了可能通过著名女演员白露的方式 公布了其他女主角人选 对于白露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很熟悉 作为一个长相精准,演技精湛,知名度高的演员 白露从出道开始就为目标市场引入了许多传统的表演和角色 名副其实的有效演员 目前,这部历史性的长袍双女主剧《情海》已经开播 现在最有效的不再是童颜夫妇的副赛 而是加入了一线女星白露 火炬 那么,每个人是否都在期待和帮助呢? 03 肖战关注权威报刊 在线故障的产业成本 以自己的方式为惠惠展开全新的场景 这几天最开心的标志应该是R.I.O 据中国三大财经报纸之一的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肖战被介绍为R.I.O的代言人后 R.I.O的标志焦点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招商证券在于7.9月曾提到 灰激收入火爆,超出市场预期 天猫及不同系统的可靠商品已缺货 线下卖家通常还会记录库存不足 9月的一个关键时刻 是重磅代言人肖战的签约 自于7.9月以来 百润的费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以40%以上的方式上涨 肖战代言的可靠断言 于7.9月 文章中真正提到 引爆百润库存费的最关键的方面 是代言人肖战 在肖战可靠断言后的两天里 R.I.O标志的认知度明显扩大 其中 肖战的代言贡献达到了95.84 超过了2022年8月 所有新代言和可比商品新代言贡献的平均值 经过可靠断言 R.I.O的97.55%的认可通过肖的方式贡献 占 于2022年8月通过了所有新代言的同级认可的共同百分比 对于肖战的代言来说 这种冲击力也是意料之中的精致 肖战的电话是费用 肖战通过自己的方式展现出全新的徽章样本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肖战对珍丽石的代言 使珍丽石的整体业绩在当年以450%的方式增长 为这个高放弃标志在中国开启了市场 肖战推荐了百事可乐 让百事的月度收入首次超越竞争对手 迈出了古老的一步 肖战的代言是咖啡之战和防御之战 这是企业内部的共识 如果需要先定位肖战 万一需要先抱住 就需要定位肖战 这不是一流的徽章 现在通过肖战的方式已经不需要了 相关重新评估还发现 肖战的代言最有效取决于这两个事件是否合适 并且拒绝接受粉丝研究和不同的行为 他的行为是对企业成本的实际安全 是对爱他的爱好者的一种义务 也是对企业的一种实际的欣赏 正因为如此 要获得肖战代言的海量曝光量和时金时收带来的震撼效果 是遥遥无期的 不知道通过肖战的方式 可能想要的以下标志是什么 我正在寻找他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